好几名便衣将嫌犯压制在墙上 一旁还发出工具掉落的声音 原警拿出手铐强制逮捕抓人 会这么大动作全都是因为 眼前这名嫌犯是当地的破窗大盗 嫌犯在停车场内四处乱窜 左顾右盼因为他专找小黄下手 趁问奖停好车后就下手大搞破坏 小黄车窗被砸得粉碎 上面还留有玻璃残渣 受害的还不止一辆 运家开窃自己的身材工具变成这样 气得赶紧打110报警 这名窃贼专门找寻偏僻社区挑凌晨时间 锁定计程车内都会摆放一些现金 持工具砸破小黄车窗 两个月内方案超过时期 不乏所得四万五千多元 这名周期贯窃居无定锁 作案时期的机车也是偷来的 实质还会用口罩遮挡车牌 拿着铁锹螺丝起子四处破窗偷钱 除了计程车 也有娃娃机店的零钱机遭到破坏 损失七万多元 可以挑选山区监视器较少的地方 想要躲过茶器 最终还是狼狈落网 计程车大道招逮 问奖终于不用担心 早上睡醒 身材工具变了样 无法跑车赚钱养家